来到西町路 工程员忙着泰换地下水管 但看看狭窄路面 施工范围占掉了半条马路 车辆通行都难走 就一个多月了 还没结束还在我 继续我 对继续我 所以你会很痛苦 很痛苦当然很痛苦 就是烟尘现在下电这么热 对不对 道路封闭施工 又遇上了停水 让店家苦不堪言 想不到泰换水管 却挖到了电缆线 让工程一再失作 遥遥无奇 有要一百多家的店家 他们在这一次 水管泰换工程里面受到影响 但是自来水公司 或者是施工单位 甚至是市政府 应该要出来 让这些施工厂商 来统筹来了解 我们这些店家 他们能够一个聚落一个聚落 来进行工程 而不是整条工程做完以后 大家再重新回复工水 对于许多用水需求 比较高的店家来讲 他们确实是受到影响 同样正在施工的 还有流民传入 不过停水竟然没有事先通知 你要工作天给你用 大家请你们取水 不然的话民生用水线 这几天这么热 你说没水用的话 真的是很想要 对啊 除了污水管线下水道工程 连瓦斯管线 灾水公司漏水 都有待处理 只见整条马路变成凹凸不平 就又是议会议长 同志为忍不住po文 每天回家的路坑坑洞洞 而且回田 你现在补好了这个漏水 然后回田又回田的不确实 坑坑洞洞 然后明天这边又漏水 大车经过也漏水 说压坏管线 我们的管线是指壶的吗 所以我想道路的品质 还有回家的安全的道路 是市民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特别希望市政府 跳出来整合所有各大管线单位 包含电信 包含电力 水 瓦斯等等的相关单位 一并处理把所有的管线 一次做一次性的汰换 包括西定路 刘明传路 仁爱桥 中英路和东明路 近期都陆续施工 议长同志委呼吁市政府 要做好监督责任 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冲击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